十卢比罗曼,周二在金泽市批发市场进行今年首次拍卖,其中一串顶级葡萄创下史上第二高价格,以110万日元约3.97万令吉落锤。 组合日媒报道,石川县政府耗费14年培育出的浪漫红宝石在2008年上市,七亿高甜度闻名,一颗葡萄的大小B。 进高尔夫球,拍卖价格已连续4年突破百万日元大关,去年更创下史上最高价,111万日元约4130令吉。 日本石川县开发出的葡萄浪漫红宝石 今年的葡萄王重约700克,每颗葡萄都有20克以上,一颗身价约为3.2万日元约1156令吉。 标下这串葡萄的是石川县一家连锁超市的经营公司山城商市,该公司会先在超市展示这串葡萄,之后再开放给一般客人购买。 在日本,投标人习惯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标下今年第一批上市的食品,然后用于展示,之后再以正常价格出售或免费让顾客品尝。 根据当地农业合作社指出,今年预计出货26000串浪漫红宝石。 文,综合报道图,网继网络东京12日综合电日本石川县开发出的葡萄浪漫红宝石卢比罗曼,周二在金泽市批发市场进行今年首次拍卖,其中一串顶级葡萄创夏史上第二高价格,以110万日元约3.97万令吉落锤。 综合日媒报道,石川县政府耗费14年培育出的浪漫红宝石在2008年上市,其以高甜度文明,一颗葡萄的大小逼。 进高尔夫球,拍卖价格已连续四年突破百万日元大关,去年更创下史上最高价,111万日元约4130令吉。 日本石川县开发出的葡萄浪漫红宝石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今年的葡萄王重约700克,每颗葡萄都有20克以上,一颗身价约为3.2万日元约1156令吉。 标下这串葡萄的是石川县一家连锁超市的经营公司山城商市,该公司会先在超市展示这串葡萄,之后再开放给一般客人购买。 在日本,投标人习惯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标下今年第一批上市的食品,然后用于展示,之后再以正常价格出售或免费让顾客品尝。 根据当地农业合作社指出,今年预计出货26000串浪漫红宝石。 文,综合报导图,网记网络。 文,综合报导图,网记网络。